嘻嘻嘻嘻 今 去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哈德來玩我們的天地劫 OK 7月份了 7月份 但是我還沒換日線 所以可以來檢查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還沒有換 想換的 想交易的 好 來看一下吧 這個不用看因為這是紙巾 江湖商房 就這樣吧 換進的貨啊 這個我都換完了 呃 擠的跟擠的沒換 反正他才是4個而已啊 美洲 喔這是美洲的喔 對啊 因為待會是禮拜一啊 換日先是禮拜一 然後順便是7月1號 好 聲望的話 都沒啥換了 這個都沒什麼用 這個脆火的有用啦 但是這個沒有限制 就是不是每月限制或是每週限制 萬元場這個我沒在用 網魂爐我也沒在用 沒在洗 濁的 恩 每週每月都換完了啦 大概這樣吧 然後到時候劃進也有資源可以換 劃進你們再換一下吧 我發現這個食物不太夠耶 就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們需要這個食物啊 這個菜餚才可以跑 這個菜餚不太夠 就是我去 做東西做出來的菜餚 感覺有點 你看都不夠 資源都不夠了 我都做這個啊 北京烤鴨是不是 變京烤鴨 像這個只能做20個而已啊 這個很缺 就是你都會缺 要趕快跑 好 降星格啊 每個月會換嘛 換那個文士這個 這個要換一換 快結束了 這我就懶得換啦 因為這個 沒啥用 對我來說沒啥用 根本沒在換 這個動物啊 有什麼效果嗎 只是好看嗎 還是說他也會給資源啊 我都沒有換勒 因為動物 不然我們來買一下好了 因為我沒買過啊 就可以 換人吧是不是 溫泉 好多喔 我都沒用 動物 動物只能上一個啊 魚也只能上一個啊 因為他是一分之零啊 喔 喔喔喔喔 喔喔 這個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當你有溫泉意識 容易的時候可以看是不是 好過分啦 泡溫泉啦 我也要泡溫泉啦 太過分啦 這群小色配 太過分太過分了 我現在才知道 那邊有動物嘛 那邊有動物嘛 魚兩萬喔 買一隻 買一隻魚耶 魚群可以放兩隻喔 喔 啊啊啊 另外一個在哪裡啊 他只有顯示一個耶 啊另外一個咧 他只有顯示一個耶 哪邊還可以放魚啊 不知道啊 二分之一 對 理論上應該可以還有一個吧 理論上啦 我找一下 沒看到說 喔沒看到不知道不知道在哪裡啊 這邊可以放嗎 不行 當前視角 好 喔 動物可以再放啦 我這裡還可以放 那魚的視角只有一個 所以魚只能放一個啦 喔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再買動物啊 一開始我會搞不懂 electricity 我剛剛也搞不懂 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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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動有牛嗎 雞精二 阿這邊還有這個 單定二 好貴啊就沒錢了不買了不買了 太貴了 太貴 三萬五好貴 陸姐沒錢 太貴太貴 以後再說以後再說 以後再說 換一隻牛牛 超貴的賀 花了我三萬五 這樣我怎麼買資源 對不對 瞬間沒有這個方村幣了 我們是用紋士換 跟真假 紋士在這 方村幣最多就是換銅錢 那無所謂 還有買這些音樂 背景音樂 好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畫鏡大概按一個月吧 玩一個月就結完了 大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我今天主線已經 二四二五了吧 就晚上就跑一跑 因為今天禮拜天 沒啥事 晚上出去吃飯 沒啥事我就跑到那個 跑到這邊了 陸名畫荒篇 陸名畫荒篇 給它跑一跑 好 今天要玩什麼 今天就 來玩一下異見路吧 好久沒玩異見路了 好幾個月了 異見路我就大概只玩了兩波吧 我大概玩了兩波這樣 我把它弄完了喔 等一下沒得點的 等一下沒得做任務了 算了無所謂 把它點完了 一見路就是我第一波大概 玩到四五十幾 因為那時候是四五十幾 然後就卡關了嘛 然後後來 我大概上次大概六十幾 左右吧 六十幾又開始玩 一見路就是玩這些角色啊 富雅魚 安逸 紅森駛我有了 西里亞我也有 木龍玄西我也有 這個 這三隻應該是雜魚吧 富雅魚應該有這個角色吧 我說我們有這個陰靈嗎 不知道耶 可能要看一下圖鑑 好 富雅魚我們這次可以抽嗎 好 來吧 我現在是還在第一張喔 這邊總共可以玩的章節有12345 然後再第一張 也還沒解完 也還沒解完 那我們來玩這個繁星蝶翼 不知道怎樣 要20體力 反正我現在就光系組合啊 嗯 風霸還沒練好 風霸戰力打3000左右 絕品那個 魂石那些都還沒練啊 這關打不打啊 我會不會打不過我啊 打不過我就閃了啊 打不過我就閃了 打不過我就閃了 我這個放棄很快啊 我跟他 感覺有關係耶 因為服裝都是這種藍白色 然後都拿槍 父親喔 他說他是他的女兒 我現在才知道 真的假的 這是真的嗎 他是古倫德的女兒喔 有這場關係嗎? 我真的不知道耶 但是從他們衣服啊 武器啊 就覺得他們有關係耶 好 要破陣 這關應該是用我們自己的角色吧 希望是啊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找攻略 用他們的角色有時候比較 你會覺得比較難 因為有特殊玩法 好 把魔化女王擊敗他 看一下那個條件 然後他要摸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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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啊 就這樣而已喔 他會 造成傷害然後 召喚到自身周圍喔 真假的 這不能用 不能用那個 好有助力 他們就用 標準的 我比較標準的組合啦 就這三個 當然以後你可以用這個CDR這個風嗎 全部光吸 哎唷 為什麼直接暈了 為什麼我暈了 為什麼暈了 怎麼辦 不知道 有要破陣嗎 完全不會玩耶 暈眩暈眩啊 永久餒 天啊 怎麼辦 沒有攻略 我先跑會怎樣 我先跑一下 誒 他還不打我耶 他還不打我耶 那我打他啦 我就揍他 不要傷害我的朋友啊 這麼難打 這打不動啊 這是回血 我要去查攻略了 我要去查攻略了 不要傷害我的朋友 是不是要去踩什麼陣法啊 破陣一下 有可能是這樣啊 我先在亂玩一下 然後去找攻略 我進來可以嗎 進來救大家 他就過不去耶 謝謝你相信我 我轟 好 我找攻略吧 你真的不會玩啊 可能剛剛有什麼說明沒注意 來 我們跳過 我先退出好了 我退 這關叫做 這關叫做 我們看一下喔 這關叫做 繁星 蝶椅 好 好 我看完攻略了 很尷尬 很尷尬 這一關 看完人家打的畫面 大概知道了 就是 首先你要帶 那種解暈的 解暈的視頻 不是抗暈吧 然後再來就是要帶那個 可以 開車傳送出來的 譬如說 李逍遙啊 但是我這個號沒有李逍遙 那譬如說這次的光狼 這次的光狼 這個蒼狼 也可以開車 直接飛出來 把隊友帶出來啦 然後再來就是傳送吧 帶傳送應該也可以吧 傳送 這有珠格啊 而且 視頻的話 視頻的話是怎樣 我有那個東西嗎 我也不知道 免疫暈眩的視頻 免疫暈眩的視頻 嗯 我有這種東西嗎 所以看來這個這個這個地方有卡關啊 這裡 這裡 免疫暈眩 所以剛剛五疊能動嗎 好奇怪喔 我們剛剛五疊能動嗎 來試一下來試一下 意見路 這關是特殊關卡啦 好蝴蝶 如果他能動的話我就給諸葛啊然後傳送出來吧 謝謝你相信我 命運之槍 蝴蝶暈了啊 喔 也暈了 他什麼時候會好不知道 不要傷害我的朋友 五疊還在暈眩中 單挑啊 哎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怎麼那麼卡 啊有劇情有劇情 我做到了沒有啊 剛剛那個攻略是怎樣 剛剛那個攻略我只有看一下而已 咻 咻 所以不用免疫暈眩啊 那可能關卡都改是不是啊 那ok啦 對對對 都這樣子對我們了 哎呦怎麼那麼多 天鷹奪命 我們先 隨便打一下 所以不需要那個 抗暈眩的 也不用開車 我們一直殺女王 OK嗎 還是要先殺分身 我不知道 我也是新手 開始白打他 加射程 開門迎客啦 燒你們喔 呃 希莉亞 不需要護衛 因為那個我消耗護衛的話 還可以給他上班燒 喔 欸他怎麼學我滿了啦 怎麼學我滿了 我說要先殺分身 我真的分身啊 看錯 他幹嘛打我那一隻 喔他會把人家吸過去是不是 喔他會複製是不是 複製喔 是不是他會複製啊 複製喔 怎麼這樣子啊 過分啦 過分了 過分了 複製我們的角色 不過他複製的那個趴數可能比較低 感覺比較低有沒有 隨便打是不是 欸他也沒有護衛 我懷疑他會護衛 好事怎麼不找我啊 好事怎麼不找我啊 喂 我忘記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免死 可惡算你很 真的算你很 反正還好啦 還好那個 這麼痛 他又複製了 媽 還沒 好難殺喔 好難殺啊 靠藍莎在殺 要給我回血 我要靜療他才對齁 打我蠻痛的 哇 哇哇哇 好事怎麼不找我啊 時間差不多啊 這個 我技能冷卻竟然沒好啊 有點慘 我先開節節好了 冷卻一下齁 這個我就不過去了啊 因為我要讓他打消耀要撞燃燒 哇哩他偷我 偷我buff我 基本上應該是會過啦 應該是會過沒有燃燒 克爆他 什麼啊 分體死了嗎 好像剩下分身還有那個複製 開門迎客啦 既然沒死 輔導一下 他不會帶我又要給我復活了吧 喔那個是本體是不是 原來本體幹掉之後就過了 好吧 我真的是第一次玩啊 好吧 第一次玩就會遇到各種問號 西域女子跟西域男子 他們怎麼了 吃油碎片 吃油劍碎片 魔神返照 現無真靈 真夷 真夷 真夷是誰 木龍真喔 好我們過了 哇喔100喔 來看一下下一關吧 還是不看啦 只有在看 快過了 好那順利過關了 順利過關了 這邊有一些成就啦 就是你要幾回合打他們啊 幹嘛幹嘛幹嘛的 什麼什麼 什麼殺鬼火啊 好的我是阿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大家 掰掰